因为现在的决斗场忍者是飞断啊 所以现在最新版的飞断还是比较活跃的 往前退的万圣节和一些劳款也都差不太多 可以说在手游中 飞断这个系列在玩家群体中的热度并不算低 在究极风暴里 他的表情就是一个纯体术忍者 纯进展没有突进手段 也就导致了他在很多时候都会打得很被动 我们也是直接来看飞断的平A 1A向前挥砍 2A反手再次挥砍 3A再来一刀 4A向下劈砍向敌方击退 那么上面这4A就是飞断的所有前置平A了 在没有命中敌人时 中下动攻击都只能打到第4A 上动攻击则是可以打满 中动攻击第5A向前突进劲砍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飞 下动攻击第5A旋转攻击造成三次伤害 同时会使自己和敌人一起浮空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倒 上动攻击第5A甩出连刀造成五次伤害 同时将敌人打到高浮空 空中攻击造成六段伤害 依旧是将敌人击倒 飞断有着一个快启动的近距离投机 命中后会将敌人击飞 虽然起手速度还算不错 但毕竟判定范围比较小 实际用起来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飞断的特殊技是将连刀丢出去 再次攻击会向前踹一脚 这是一个中距离的特殊技 成功命中敌人会将敌人拽直身边 第2段的踹则会将敌人直接击飞 第1段伤害是有来去2次判定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1个技能吃掉敌人的提身 如果只打第1段不打第2段 会让敌人直接浮轰 极限距离下 没法把敌人拉回合适的位置 第2段伤害会楼破绽 这个技能算是飞断的核心能力了 用好了在中间距离 可以让对面非常头疼 飞断的人数是兽魂 类似大使丸的剑舞 人数的最后一段伤害会将敌人击飞 基本就是用来情节在平A里的 原地方的话就是个活靶子 人数的追踪效果微呼其微 对面稍微动一下你就打不到人了 在下等攻击的浮轰状态时发动 会让角色立刻落地 测条取消 这个技能自带硬体 有的时候可以救你一命 但他的表现只能说是 如果作为援助的话 这个技能还不错 奥义是咒术 死死平血 这招是一个慢启动的近距离奥义 类似三船 前妖的准备时间太长了 让他接在平A里也非常不稳 相比于前面那些技能的紧接干练 飞断的奥义就显得比较臃肿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飞断的各种奥义演出 感到不良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炸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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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醒后开启咒术性能没有改变 但是镰刀上附上了一层特效 攻击时看起来会比较帅气 我们直接来看新增的两个小技能 这两个技能是联动关系 只有左边的死死平雪打到了 右边的直行才能发动 这个技能也会被地图影响 有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看不到脚下的圈 没机会画第二个圈 但是找不回第一个圈的时候就会很尴尬 这回技能 死死平雪发动后会像正围横扫 成功命中敌人会在脚下声声法阵 进入法阵后会激活右边的直行 只要成功命中过一次敌人 且直行没有完成 就可以直接在其他地方画圈 不用打到敌人第二次 相对的死死平雪如果没有命中 就不会被激活 实战里可以打到敌人以后 立刻查拉后撤 然后在远处再画一个圈 从而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输出环境 每次死死平雪的激活 最多可以维持30秒 执行在每个阵中只能释放5次 前4次造成的伤害很低 但是可以打断对面的行动 给对面施加硬直 第5次会造成巨额伤害 并使敌方倒地 第5段伤害打出来以后 会立刻结束死死平雪 如果你只打了前4下 就刷新了阵法 那么技能的判定会被更新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重新攻击敌人 继续去打你的前4下 所以满挡满算 死死平雪命中敌人一次 就可以吃掉敌人一整罐血 好的 那么上面这些 就是飞断的全部能力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进市战 欢迎巨情 飞断对战阿斯玛 你们觉得这次决斗 哪边会赢呢 开局阿斯玛向前压迫 飞断没有主动出击 侧花夺掉手里剑 特殊技起手飞断 飞断看似被打飞了 突然查克拉冲刺反手 一到空中攻击 阿斯玛也查克拉冲刺反击 飞断这里被打落的瞬间 再次查克拉冲刺反手 阿斯玛交出提身 飞断落地直接奥易 成功逼掉了阿斯玛第二个提身 双方这里没有进攻 稍微迂回了一下 阿斯玛眼看进攻无果 直接奥易地提身 提身以后的飞断没检验着 查克拉冲刺打出反手 一套煽动攻击 阿斯玛提身手短没能A到 这个距离平A打不到 飞断直接特殊技招呼 打飞以后 飞断还想继续靠近 阿斯玛起身以后 直接拉开 飞断趁机继续查克拉 拉完以后 阿斯玛突然冲刺起手 这里飞断交出提身 预判反击 阿斯玛没有选择进攻 飞断拿到反手 双方现在互交提身 都想抢节奏 这里飞断直接开忍术 连持阿斯玛两个提身 转瞬之间 阿斯玛的提身全部运光 飞断提身直接奥易 这里阿斯玛起身以后 丢了一个巨歪的忍术 飞断直接拉开 轴里剑打掩护 想要冲刺起手飞断 飞断直接对撞 飞断想则用最后一个查克拉 逼掉了阿斯玛 最后一个提身 这里很冷静的两波收了一剑 先后打断了阿斯玛的忍术和奥易 拉到中距离以后 飞断再次用特殊技 命中目标 趁着这个短暂的剑血 飞断审则立刻开始恢复查克拉 阿斯玛想这样的提身优势 反打一波 又被特殊技吃掉了一个替身 直接踢开 飞断则是原地开大 庆祝了一下 阿斯玛的冲刺 撞到了飞断的后腰硬体上 被查克拉冲刺起手 现在没有提身 只能吃满伤害被压进红血 查克拉冲刺反击 但是飞断现在提身全好了 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阿斯玛 替身以后一套上弄攻击 带走老马 第二回合开始 双方对撞 阿斯玛防特殊技直接拉开 拉圆以后 恢复了一下查克拉以后 再次拉了一下 两边都在观察对手 这里阿斯玛迂回了一下以后 直接冲刺 飞断交替阿斯玛直接开大 但是被平A打断 直接吃满了一套中断攻击的伤害 好在机时查克拉冲刺反手 反打了飞断一套空中伤害 紧接着阿斯玛手里进片地成功 飞断直接拉开 恢复好查克拉以后 飞断再次冲刺起手 阿斯玛挨了两下以后 直接替身开大 飞断再次提身 双方开始中距离博弈 小小的拉扯了一下 阿斯玛这里选择再次开大 不过飞断直接侧跳躲过 紧接着查克拉冲刺拿到起手 这里又是一套中断空气打满 阿斯玛也是顾及重施 查克拉冲刺反手 飞断交出最后一个替身 紧接着飞断忍者冲刺再次咬住阿斯玛 阿斯玛落地以后 直接特殊技将飞断起飞 这里查克拉冲刺需要七手飞断 但是被冲刺手里剑连骗两个替身 阿斯玛拉开后 已经没有查克拉了 忍者冲刺撞到了飞断忍受的最后一下 所以说嘛 打得好不如接得好 还是有道理的 飞断查克拉冲刺逼掉了阿斯玛 最后一个替身 阿斯玛开始左右横跳 飞断看来是不太懂这个场景 选择拉开一方有诈 落地以后 忍者冲刺接查克拉冲刺 起手了没有替身的阿斯玛 又是一套中断攻击打满 现在飞断的血量也占优势了 紧接着冲刺追击不放过 卡着向脚A 阿斯玛提身反手 飞断也剃 一套下断攻击 接查克拉冲刺取消 又打了一套空中伤害 伤害最大化 还没放过 再次冲刺起手阿斯玛 直接拿下 老实说 飞断和阿斯玛 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强烈 但是感觉他们俩相比之下 还是飞断的性能要更强一些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视频 就是究极风暴4的最后一期了 下期的主角是 双目王花筒的卡卡西 老实说 这个角色的性能 我感觉和前几个卡卡西 没有太大区别 马上羁绊就要来了 要来继承这个系列了 那么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加关注 支持一下 你们的三连和关注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角色更新的牌表 我会放在片尾 大家有兴趣 可以暂停观看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